你们俩经常开玩笑 开得非常没有分寸 对对对 文选羞辱她 哎呀 就那天顺嘴一说谁知道 杨幂被问 后骂李小峰有照过好小糯米吗 杨幂的回答太解切了 自从刘凯薇官宣与李小峰的恋情后 网友们就为杨幂打抱不拼 经常在李小峰的评论区发杨幂的美照 以此来内涵前妻比她好看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 既然刘凯薇已经有新归宿 就应该把小糯米还给杨幂 毕竟当初与杨幂离婚时 虽然孩子由刘凯薇抚养 但他们签订过一份协议 如果刘凯薇再婚的话 就要将小糯米的抚养权给杨幂 如今刘凯薇违约在先 就应该把小糯米抚养权给杨幂 亲妈总比后妈强 小糯米跟着后妈肯定会受委屈 之前就有网友爆料 小糯米不喜欢李小峰 经常与她发生争执 而李小峰也不喜欢她 经常在刘凯薇耳边扇风别火 希望刘凯薇把小糯米还给杨幂 奈何刘凯薇却一直不肯放手 即便杨幂连夜赶往香港与她谈判 刘凯薇也不肯松口 就是抓着小糯米的抚养权不放 导致杨幂每天也是胡思乱想 因为她觉得女儿一天要不回来 自己根本无法用心工作 因此杨幂还拿出曾经签订的协议 想要让刘凯薇主动交出小糯米抚养权 目前抚养权的事情暂未有新进展 杨幂的粉丝也为她鸣不平 纷纷在刘凯薇社交平台骂骂她 赶紧把小糯米还给杨幂 自己都已经有新的家庭了 未来或许还会有孩子 以后小糯米慢慢会变成外人 还不如跟着亲妈杨幂生活 真不知道哪来的脸拒绝 好聚好散不好吗 非要鱼死网破才罢休 随着舆论的风波 杨幂结束采访时被问到 后妈李小峰又照过好小糯米吗 杨幂霸气回队 我生的女儿用她照过 她算哪根葱 听完她的回答 网友直呼 太解切了 并祈祷杨幂成功夺回小糯米 你们希望小糯米跟杨幂生活吗